可爱又疗愈人心的图案猫咪魅力让人无法挡 2023台北国际猫屋季即将登场 今年活动分为两大系列 跟着猫屋玩台北城市走毒 规划四条充满猫咪元素的城市走毒路线 另一个系列则是在松山文创园区举办猫咪文博会 有猫屋市集猫咪草地电影院 还有猫咪工艺任养 满满的猫咪元素 要让猫奴 前猫奴和爱猫人士流连忘返 针对我们台北市 真的做了四条不同的路线 在这边猫空 宝藏岩 大稻城 还有我们猫甲 我们做了这四条路线 这四条路线其实都是 在台北就是非常耳熟能向 而且都跟我们猫咪其实都还蛮有关系的 这四条路线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的这次活动不只是导览 城市导览而已 我们还跟台北市观光巴士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导览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在大家会都先上观光巴士 我们想想看就是在这种四公尺高的这种巴士上面 在整个行道处的这种树冠层 用不一样的高度去感受台北市的这些特色 然后再透过导览老师 针对这些每一个路径的景点的介绍 然后感受一下 现在台北市还有过去台北市 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 这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那另外呢 到了目的地之后 我们还会就是开始进行我们的这些城市导览 因为我刚刚说过这四个地方 其实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有名 而且非常非常具有历史的这些价值跟故事 所以说他整个活动相信是非常非常精彩 这是我们的导览活动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9月9号跟9月10号两天 我们有我们的在松山文创园区 我们举办了这个猫咪文博会这样的活动 那猫咪文博会其实就是邀请这些文创者 一起来针对他们的新品在现场做发表 那因为我们这次猫咪的主题 叫做妙屋爱分享 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些新的东西 然后新的创意 除了跟同一时间做交流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 他可以跟客户跟客人们之间 有让他们分享 让他们知道说 原来台湾文创产业 或台湾猫咪相关的东西 有这些新的这些商品 全国最大市内猫咪主题市集 妙屋市集 将集结国内外文创职人 在活动期间发表猫咪主题新作 或销售最新猫咪相关商品 一次满足爱猫人士 我们猫小孩也可以享受到 跟我们一样的生活的方式 形态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希望借由和果子世界不同 然后给猫小孩待遇 给它不只是一成不变的生活 而是可以跟着主人一起去体会事迹 然后生活顶顶低低 那在和果子制作的时候 其实人类和果子会用到大量的糖 那猫小孩其实不太适合吃糖的 所以我们尽量把糖去除掉 缺带之是我们用鸡精 用马铃薯 用豆沙给猫小孩 给他们符合他们的需求 2023台北国际喵屋季 希望透过多元活动 促进人和猫咪的接触与了解 期望人和猫咪都能快乐生活 相关活动内容及报名资讯 可参考喵屋市集粉砖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